至于历史上的4月15号 在世界各地有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 现在就带您一一回顾 1912年4月15号 铁达尼号撞上冰山后几小时 沉没在加拿大、纽芬兰外海 包括乘客及船员约1500人遇难 1865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 在华盛顿福特戏院被演员约翰布斯枪杀身亡 副总统安德鲁詹森继任总统 1947年 捷迹罗宾森代表布鲁克林到其队出登赛场 打破几十年来的种族繁林 成为美国职放大联盟第一位非裔球员 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报复当局派人炸毁 驻得美军常去的一间西柏林舞厅 空袭行动造成37人死亡 多数为平民 1998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布因心脏病发 死于太监边界 享年73岁 波布在1970年代掌权期间残杀200万人 始终没被审判 2001年 航客乐团雷蒙斯主唱乔伊雷蒙斯 因林巴埃死于纽约家中 得年49岁 以上就是历史上的4月15号 华语新闻总和报道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